明朝在世界上有多强,远超你的想象,军事实料是全球。 经常看到有些历史爱好者对明朝进行贬低,他们的理由是, 偌大的明朝居然被小小的后金女真族打败,皇帝都被逼得上吊自杀。 小编只想说,再强大的王朝也会覆灭,明朝的灭亡并不能否定他曾经的强大。 在明朝强盛时期,综合国力傲是全球,特别是军事实力,更是秒杀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。 如果你不信,请看下面明朝军事上的几个世界第一。 一、发明了水雷在十六世纪中期,明朝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水雷, 那时候被称为水底雷,并被广泛营用于大明海军。 这要比西方国家水雷的发明可使用早了两百多年。 在万历年间,日本侵略朝鲜,万历皇帝就派兵进行抗日元昭, 当时的大明海军就使用水雷击沉了日本的战舰。 这也是水雷首次用于战争,并取得了惊人的战绩。 二、发明处发射地雷,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看到,为了伏击敌人,经常埋地雷,这玩意就是明朝发明的。 当时倭寇在沿海地区甚是猖獗,明朝的陆军就曾多次使用地雷,炸死了不少国寇。 直到十八世纪以后,国外才有地雷。 三、发明了大型远程火箭武器。 十六世纪,大明王朝发明了一种用于水战的两极火箭,被叫做火龙出水,并装备在战舰上。 在作战时,会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,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,堪称反舰导弹鼻祖。 四、组建世界第一支旗炮兵,当时有一种类似于现在的火箭筒的武器,被称为火吨炮。 由于其体积小,质量轻,便于旗兵携带,最主要的是杀伤了很大,朝廷就直接组建了陆军旗炮兵。 五、明朝的海军综合实力。 当时明朝的海军实力,在世界上就是无敌的,比现在美国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截。 朝水师配备有各式样战船百种,其主战炮舰在炮四十多门,远超过同时代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皇家舰队的规模大。 明朝立国近三百年,大明水师却未曾遭遇一败。 所以,明朝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大,可以自行脑补。 个人认为,大败明朝的不是后来的满清,而是大明内部矛盾重重,各地起义军又几乎耗尽了其国力,才让大陆有机可趁。 明朝作为中国历来世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,从朱元璋开创明朝以来,共经历了十六位皇帝,二百七十六年。 虽然我们后人评价明朝多以奇葩两字,但是在历史上的明朝,也曾经是数一数二的帝国,明朝的许多产物,科技等都曾在那个时候世界第一。 人口世界第一,其实,对于当时明朝的人口有多少,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,因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,战争导致很多人都流离失所,这个时候可以查到有户口的人,依然有五千多万。 所以我们估计来看,当时明朝的人大概有七千到八千万左右,要知道当时世界的人口不超过四亿,所以说明朝绝对是当时人口第一。 军工产制世界第一,火器在明朝运用的是特别广泛的,可以说达到了巅峰,因为明朝的未认皇帝,在位期间,基本上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,明朝军事业也因此发展不错。 军队的数量非常庞大,在明朝建立十四年后,统计了全国的人口,当时达到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人,而军队是一百二十万人,在明朝鼎盛时期,全国的士兵达到了二百七十万。 白银黄金占有率,在十六世纪,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人,抢了大量黄金白银的这些人,都跑到中国去交换丝绸、茶叶,再加上本身黄金白银,这占有率也是别人比不上的。 矿产量世界第一,在冷兵器时代,历史的矿产量是非常重要的,而当时的明朝铁生产量是宋朝的两倍,达到了九千多吨。 间谍机构,明朝的间谍不止包括几一位东西厂,还有其他组织,在鼎盛时期达到六万多人。 船只总吨位,在当初正和下西洋的时候,明朝的船长达一百五十米,宽三十多米,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。 国土面积,在当时明朝的国土面积,大概保持九百万平方公里,之后在顶峰时期,达到一千三百七十万平方公里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明朝在当时西方人看来,绝对是东方帝国。 宋朝机